这是朝鲜的团餐 多少道菜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加上汤十三加上米饭十四 十四道 他们老造谣说朝鲜吃的不好 多么丰盛的一顿饭 好 这掀起来有没有在拍 这个掀起来要得翻 现在这个掀起来就好啊 对啊 里面什么都有 哦呦 看看 这有那么多啊 那么多啊 啊 这雷起来着 这一层 哈哈哈哈 这还有一个酒 我也有十四道 不能看着别人的馋 我先这样他们吃完了 我说人也没来过朝鲜 老说朝鲜吃不饱 你看看朝鲜人家 金饭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不算酒杯 算是酒杯十五个碗 吃这么一会儿 太多了 我也不知道该先吃哪一道 太放心了 然后那个 请董部长介绍一下 一般是先喝汤 还是先吃饭 先喝一口汤 先喝一口汤 然后开始吃饭菜 随便吃哪个都行 应该是吧 董部长是朝鲜族 但现在是中国的朝鲜 华侨 他自己都对他们的 传统的生活习惯都那么明白了 他被汉化了 跟我似的 我原来是胡人 我是雄奴的夫人 雄奴必行血 全身长毛 后来我们家征服了长州 唐青川 他们都拿勺喝 我野蛮人 胡人嘛 我开着开着都舍不得开了 我发现我这比他们多一道 他们看出我是领队来了 多给了我一道 环保的猪肉 环保的猪肉 没有那个叫猪瘟的 环保的鸡蛋 没接过荤的鸡生个蛋 环保的小鸡 还没收过鸡还是卵子的 小鸡 人生酒 人生酒 半价 尝尝不老 吃的 尝尝不老 吃的光棍能结婚 结婚的能生一堆儿子 生一堆儿子能活一百岁 十五五个碗的这饭是皇族的 就是开成建国的高利国王 高利国国王 王剑当年吃的 古代皇帝其实也挺奢侈 也挺辛苦的 不是像你们想着的 都不在 得把这么多肚吃了 不是件容易的事 你说那个清朝皇帝满汉全席 他妈不给吃死的 这就跟媳妇多了也是 类似 所以你看皇帝 所以孔子早就说了 识色性也 识不能推舵 色也不能推舵 容易类似 不过要是配上这人生酒 就没事 是吧 The more the better The more the better 吃的朝鲜饭容易成为英雄 成为义士 不像那个国民党反动派 那个中华民国 你看日本都占了中国了 重光魁在上海当领事 一朝鲜遗事去了 放一颗炸弹 把重光魁给炸成一瘸腿 重光魁就是日本投降 1945年9月2号 签投降书的那重光魁 朝鲜海遗事叫安中斌 吉比伊腾伯文 把日本总理给刺了 不是在朝鲜刺的 在中国哈尔滨刺的 这说明就是中国怂人多 我他妈就是怂人 所以我到这来吃了朝鲜饭 我立马回去 谁惹我 我跟谁急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